嗨,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故事是 老虎来喝下午茶 有个小女孩叫索菲 有一天,她正和妈妈在厨房里喝下午茶 突然,门铃响了 妈妈说,会是谁呢? 不可能是送牛奶的人,因为她早上来过了 也不可能是杂货店的男孩子,因为她今天不送货 也不可能是爸爸,因为她带钥匙了 我们还是开门看看吧 索菲开门一看,原来是一只毛茸茸带条纹的大老虎 老虎说,对不起,我饿坏了 我可以进来和你们一起喝下午茶吗? 妈妈说,当然可以了,快进来吧 于是,老虎走进了厨房,坐到了桌子边上 妈妈问她,你要不要来一个三明治? 不过,老虎吃了可不止一个 它盘子里所有的三明治都吞进了大嘴里 可它好像还是没吃饱 于是,索菲把小圆面包递给它 不过,老虎吃了可不止一个 它把盘子里所有的小圆面包都吃光了 它还吃光了所有的饼干,所有的蛋糕 直到把桌子上的东西通通吃光 妈妈又问她,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结果老虎喝光了牛奶罐里的牛奶 还喝光了茶壶里的茶 接下来,老虎在厨房里转来转去 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她吃光了锅里正煮着的晚饭 吃光了冰箱里的食物 她还打开橱柜 吃光了所有瓶瓶罐罐里的东西 她喝光了牛奶 喝光了橙汁 喝了爸爸的啤酒 还喝光了水龙头里的水 然后她说 谢谢你们请我喝这么好的下午茶 我想我现在该走了 说完,她就走了 妈妈说 这可怎么办 我已经没有东西为爸爸做晚饭了 都被老虎吃光了 索菲也发现她不能洗澡了 因为老虎把水龙头里的水都喝光了 就在这时,爸爸回来了 索菲和妈妈告诉她 老虎来喝下午茶了 还告诉她老虎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喝光了所有的饮料 听完了 爸爸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啦 我有一个好主意 我们穿上外套 去餐厅吃晚饭 他们出门的时候 天都黑了 所有的路灯都亮了 所有的车灯都打开了 他们沿着马路朝餐厅走去 他们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有香肠 炸土豆条和冰激凌 第二天早上 索菲和妈妈去买东西 他们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他们还买了一大罐虎粮 以备老虎再来喝下午茶 可是老虎再也没有来过 我可以做的 这是我们回来的 我们回来的 谢谢大家